各位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收看普世丰盛合场快讯栏目 此栏目将神透过本中心 在世界各地的佛音合场 所做的各样事工动态 做最及时的报道 盼望借着你们的关注 订阅与转发 能祝福更多的人 也在这当中 与我们一起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近几年来 中亚宣教枢纽 儿童教育事工 陆续增建了三座体育馆 并征派了年轻的项目来牧养 体育馆福音事工 在社区中心蓬勃的发展 请看报道 自2017年普世丰盛 承接中亚儿童教育事工以来 将福音从学校向社区青少年 一直是我们宣教的策略 经过近七年的不懈努力 目前已经增建了 Karabusta Ivanovka 和Jabashi 三间体育馆 每个体育馆 还征派了两位校目 目前体育馆事工 正在社区发挥了 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Ivanovka 基督教学校体育馆 不仅是排球和乒乓球 俱乐部的聚会地点 更是一个青年团契的家 爱的盛宴 青年团契 每周五晚 七点准时聚会 每周有来自社区的 10到15名年轻人 聚集在这里 不仅享受运动的乐趣 更是热切的 聆听着神的话 在Kerabota学校的体育馆 每周日的青年步道俱乐部 成为了这座城市 青年们的聚会场所 这里不仅有来自 当地教会的青年 还有来自不同地区的 年轻人一同参与 这个俱乐部的目的是 建立友谊 借着交流和讨论 来更深入的认识上帝 今年3月22日 来自Tokmark体育馆 儿童游乐场 和Innovoka体育馆 三个专案的青少年 聚集在Tokmark体育馆举行 约有10人参加 这不仅是一场体育比赛 更是一场青少年成长 与鼠林生命交流的盛会 吉尔吉斯的四个学校体育馆 福音事工正在蓬勃发展 我们祷告神 通过运动聚会和比赛 不仅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更重要是让他们更加认识 上帝的爱和教导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 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